台北市雙語大教室的一個示範活動 這故事是這樣 2016年,我記得是2016年5月,我去新加坡 當時有跟他們的經濟部長有闢視密談 討論說為什麼新加坡一個小小的城市可以變成一個很國際化的城市 我們想想看,川普跟金正恩見面在哪個地方?新加坡 馬錫會在哪個地方見面?新加坡 很奇怪,全世界好像這種外交事宜跟新加坡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會跑到新加坡去 所以新加坡它是一開始就相當的國際化 後來他們那個經濟部長就開始跟我講國際化城市的一些要點 其中有一個就是雙語教育 後來我再去拜訪新加坡的教育部長 新加坡的教育部長很有趣,他本來是空軍總司令 空軍總司令去轉的教育部長 那一樣,跟他討論這個新加坡的雙語教育道理主要主權 然後他就送了一本李光耀傳 那跟我說,新加坡變成今天的新加坡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指示雙語教育 他把這個英文變成國家的National language 那花了28年 他說整個新加坡從經濟到文化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最關鍵的就是指示雙語教育 那後來回到台灣以後就把我們的貞局長找來 我說,這個新加坡可以變成國際城市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以國家的力量推動雙語教育 那我們應該開始要怎麼做 那當然我們就開始派我們的考察團到新加坡去 那也邀請新加坡的教育部的人到台灣 到台北市來,我們開始兩邊在觀摩 那我們就開始擬定一個雙語教育的計畫 一開始也不敢冒進,只敢找兩個國小來試試看 就是這個東興跟文昌 所以在2017年的 2017年我們有兩個國小試辦 那試辦以後 我們就有針對這些學生、老師開始做這個問卷調查 結果發現 我們台北市的家長贊成雙語教育的 這是2017年的數據 83% 所以表示我們在推雙語教育 家長是支持的 那問小朋友說 你喜歡不喜歡雙語教育 當事人比較低 只有73% 可是 家長是94% 所以家長永遠比小孩子有更大的期望 家長有94%的贊助要推雙語教育 就是我們找那個有十字雙語教育 那兩個學校來做問卷調查 他們家長是94%的支持 小朋友本身是只有83%的支持 不過最重要是老師 學校老師是92%的贊成 那 所以在這個 這兩個東興跟文昌 我示範以後我們覺得說好像還不錯 然後我自己也去看一看 發現說這個大概推得動 所以在 2018年 你知道 我們就從兩個學校變6個學校 那今年要變成13個學校 那到明年的話 會到22個學校 那當然我們是這樣 我們每半年會做一次 分卷調查 然後再做政策的調整 所以我認為 新加坡花28年 才讓整個國家變成 雙語教育 雙語隊成功 台北市在推的話 應該不必用到28年 因為我們用新加坡當Model在試驗 那我們看看 日本 日本為了辦東京奧運 已經發布命令 他們要開始做英語教育 所以日本政府在今年開始 把英語隊成小學的政治學科 那我們台灣的行政院 在去年也發布說 我們的目標是203年 希望這個台灣可以成為雙語國家 不過是這樣 我每次說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 你知道 整個台灣要退成雙語國家 我想還很多時間 那畢竟台北市它的資源 還是比較豐富 然後整個技術也比較先進 所以我們台北市還是要作為台灣的領頭羊 你知道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雙語教育就開始推 那我們除了這個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以外 我們還是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英語融入其他學習領域 就是說用英語來教其他科 那所謂雙語的學校 它的定義是 你那個用英語教學的課程 要超過三分之以上 才叫雙語教育 那如果只是用英語去教其他學科 那只算是英語融入其他學科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 2016年開始開辦的時候 是6個學校 到2018年就33個學校 那預計今年可以擴充到50個學校 所以我們大概現在整個 台北市的英語教育 分兩線在進行 一個就是說 試辦 用英語去教其他學科 這第一個 就是要英語融入其他學科的教育 另外一個是 整個學校 超過三分之一 就是用英語來教 這個 這個就算雙語學校 所以目前台北市在推動 雙語教育是有兩個層面在推動 那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有38所台北市的國中小 有41堂學科 來示範說 英語教育 在台北怎麼推動 事實上我認為 台灣要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國家 有三樣語言要學 第一個是中文 我還是想念什麼 第二個是英語 還有一個是什麼 城市語言 這個還是要從小學開始訓練城市語言 因為那個邏輯 寫城市的這種概念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 所以我們在台北市在整理我們的教育項目的話 雙語教育是一個重點項目 智慧教育是另外一個重點項目 所以我們開始大概小學 我們會把整個資通訓大賽 做為整個台北市每年在做智慧教育的一個檢查的場所 還有機會 所以這個 智慧教育今天是一個示範 另外一個是智慧教育 我們會把他列為我們教育局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開始推廣 當然其他 我們還有智慧教育不只那個 我們大概到明年 台北市236個學家 校園FreeWiFi全面建立 頭小三年級以上 大概全面每個人都有平板 網路人權一定要實施 因為現在小朋友 如果他沒有辦法使用網路 處在現在的社會 他根本沒有經營業 所以我後來發現 網路的人權如果不解決的話 教育作為窮人翻身的最後一個機會 這個目的會喪失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教育局一步一步推 事實上我有交代曾山津局長說 我們在推雙野教育的時候 弱勢學校優先 這也是政府 以政府的力量 來彌補這個社經地位 社經地位差距 該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智慧教育 雙野教育 國際教育 在台北市政府推的時候 會用弱勢的學校 當作第一優先 好 我們今天來看看 DEMO 到底台北市雙野教育 展現的成果怎麼樣 那也給其他宣示 觀摩 那我也交代這個教育局長 只要是台北市在雙野教育 不管是扑克娛什麼東西 我們都免費 可以提供給其他縣市使用 包括這個雙野教育 如果也需要我們台北施進資源的 我們應該都會免費提供 好 謝謝大家